我从哪里来 我是谁 那我现在要去寻根 就是您下一站能确定 何呢 五个人决定冒险 踏上未知的旅程 去探寻属于自己的历史 他们奔波万里百年 去认领尚未起风的血脉遗产 这就能找到 心底的疑问将要面对 不认识呀 真叫成定啊 家族一团将被解开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不是我们认识的他 谁会在远处等你的到来 那种生活当中用暴力 怎么样去认受他 如果内心有伤疤有痛楚 把他扶平 在历史的倒影中看清自己 可从何处来 由此我想到的已经 不再是我的身世之余了 是生命之余 很深的 非常辛苦 昨晚一份死亡名单 和一张幸存者的照片 带一中天踏上寻根之旅 面对家族悲剧性的谜团 和令人不安的猜疑 他重返历史深处 寻找答案 当时您是亲自指挥的战斗 只有日本人自己知道 你必须说清楚 分三批走谁做的决定 我们的二爷爷 李贾贤 从日本军事官学校 找到的作业 你分类就赞他们 刚才您是 二爷爷是他的师兄 在我们老家屠杀的时候 二爷爷正挑出这些儿女 往这边逃 这就是这样子 当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事之后 怎么了 还真完整 大公 希望我们 来这份 完成了我们大家这种新预约 期待 相当贵 相当的贵 我的太爷爷不知道怎么买到这个表 要么就是非常的富有 要么就是非常的显贵 要么就是和海外的有联系 否则是不可能有这么一块 Omega的怀表 戴着一块传承百年的怀表 和汤哥临终前的嘱托 一中天再次踏上寻根之旅 尝试去借尽这块表的主人 他从未了解的曾祖父 我想知道他爷爷长什么样 这是最想知道的 然后也想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他怎样修建了这个严谨 寻找太爷爷的故事 我要去一个离长沙120公里的小镇 那里有位专家对我的曾祖父 进行了研究和了解 他希望我乘一段小船 感受一百多年以前那里的情景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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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贵姓 我姓向 叫向玄 你好 是人大历史学的博士 现在我们站在这个位置上 在一百多年前 您的曾祖父就在这里工作 他在这工作 那你先告诉我一下 这条河叫什么名字 这个就是著名的刘洋河了 这个地方叫做古港镇 古港 对 古港 现在比较萧条 也没有什么人烟 可是时光要倒流到一百多年前 可是一个非常繁华的货物集散中心 丹地政府在这样黄金地段 肯定会设置一个关卡进行收税的 您看这个那里住享 收费站 对 就是收费站 送你一个东西 您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您曾祖父的画像 取自您艺舍的家谱 您的曾祖父的名字叫艺汉顶 寿子是它的字 您仔细看一下 您曾祖父这个画像 还是跟你有几分像像的 应该蛮像的 就是像鼻子 眼睛 对 还是蛮像的 在我装点胡子就行了 我说 对 基本上是 你看这份打扮 是一个很读书的打扮 对 发提帽 对 接下来要给您看一份记录 这是一个人在一百多年前 他写下了一段笔记 他在这个笔记里头 非常详尽地记载了 他在这个渡口分局工作的情况 杂货入口 有落地离京 汉顶 仍私收支 您注意看这里 汉顶 就是这个 这是我的曾祖父吗 没错 就是您的曾祖父 易汉顶先生 这就是他自己写的笔记 他当时呢 是在这个渡口分局 做一个负责人 税务局长 至少是收费站站长 你看这个季度啊 他当时呢 看似是一个小领导 可是一个肥差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还要回到我们 看到这个牌子 那离住相 离京 最初是军政府 为了镇压太平军 解决军费不足 而设立的 地方政府对过境货物 加收一离 也就是百分之一的商业税 称为离京 在全国通行后 离京没有制定 统一税收标准 各地任意征收 所以即便是个 最底层的小官 清末官场中 有数一年周限缺 不及当一年 一举差的俗语 可以说您的曾祖父 是一个幸运人 那他得到这份工作 中国有没有发生改变呢 很幸运的呢 我们找到了一份记录 这是他当了 这个收费战场之后 他当收费战场之前 几个月 就在几个月前 您曾祖父一家的生活状况 商债品业 初中是叫两人禁断吹 就家里没有米了 到吹了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只好派林儿奔走求贷 来离京局当差之前 曾祖父一家断米断吹 要大儿子出去借米下锅 才能维持生存 我的曾祖母即将临棚 曾祖父担心她夜间生产 因为家里连盏油灯都没有 这就是生活非常非常困难 对 当时就发生在您曾祖父一家人 跟庄子差不多 没错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了 十个月以后呢 您的曾祖父又得到了一个美差 对 而且您也知道呢 你一家后面盖起了 一个占地三十二亩 有那么一百四五十斤的大财子 他怎么发到家呢 是不是跟这个 他得到这个美差 有一定关系 你说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有必要来看一段文字 请收支杨某亏空 工垮数百米 促膝密伤 请愿与杨土新家离京之 未收旗者作底 汉顶俊俱之 明白 这就是前任亏空嘛 对 前任亏空所谓亏空 多半是贪污了嘛 对 他不愿意 给他去认这个账 后任填补前任的亏空 从明清两代开始 就是官场惯例 官场潜规则 您曾祖父做出了一个 很少人做出这样一个选择 断了别人的财路 别人自然不愿意 那您的曾祖父呢 自己这样一个循规和立场 其实有过自己的解释的 我们再来看一份记录 他这里说 薪资已能足用 又何苦以非裔之财 每其共奉 以殿无声 及祖宗父母兄弟 妻子在 其实你的曾祖父 这个 他就是靠薪水过日子嘛 对 其实他 也不在薪水外 另外再收一分钱 对 薪子爱财 取之有道 否则的话呢 就会侮辱自己读书人的 一个身份 甚至对不起的 自己的祖宗父母兄弟了 我还要告诉您的是呢 您曾祖父在这个 离金局做过的这个小例啊 其实是他一生当中啊 做过的最高的观止 向选我非常感谢你 找到了这些宝贵资料 我真是从来没看见过 也一无所知 那现在可以看得出 我的曾祖父 他还是一个 有气节的读书人 是吧 看来 他在这个任上 应该收入不是很高 就是这样 也就是仅够虎口而已 是 那么很奇怪的就是 他老人家到了银田以后 为什么有能力 盖起一个 占地三十二亩的豪宅 这钱从哪来的 其实这个问题啊 我们都能够找到答案 打开这个迷团 迷宫的钥匙啊 就输出您身 曾祖父身上 其实刚才向您展示的 这几份记录啊 都来由您 曾祖父留下那套书 我曾祖父留了 是一本书 还是一套书 一套 有三本 有三本 对 他完整地记录了 您曾祖父从十六岁 到七十多岁 也就是他去世前几年 因为他是七十九岁去世的 完整的一个人生轨迹啊 继续无疑 到了一种 让我们吃惊的地步 那接下来呢 我们到下一站去 到武汉 一个您非常熟悉的地方 去那里看看 找找这套书 那套书在武汉吗 你就救儿子 你开的 儿子疑恋的 我还是经常回来的 三千张留住的 武汉 六岁我随父母来到这里 在这个城市 生活了近三十年 那边是中文采达了吧 对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家人家住的地方 前面就是湖北省图书馆的老管 北地就是他 湖北省图书馆离我家直线距离不过百米 小时候几乎每个周末和寒暑假 我都在这儿待着 小向说 我曾祖父的那套书就藏在这里 图书馆的门前已经拉起了警戒线 管理正在搬迁 我想我大概是这里最后一位读者 确实是完全没有想象 而且我们家没有任何人提到这点 我父亲 我爷爷 我妈妈都没有跟我说过 这个地方会有我们家太爷爷的书 一言三图书馆离民院 他已经给我们取来了这套书 这套书呢 其实叫太平草木萌芽路 你看图书馆在做了一个记录 这是我曾祖父 这就是 太爷爷学的 我应该站起来 熊熙林提的书名啊 没错 这就是一个民国时的大人物啊 这是总理吧 他做过第一任 北安政府的一个民选总理 对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您这么无提词啊 但是那个时候啊 自己出书了 请一个名人给自己提词 我想应该是这样子的 那有没有更深层次的一个渊源呢 我找不到答案 你不知道 对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我希望您呢 接下来会有找到这个答案 我真不知道 我们家跟熊熙林还有关系 这套书出版于1920年 您的曾祖父呢 是1929年去世的 在这个序里边也讲到啊 他就希望啊 将来是可以作为子弟蒙养之一柱 也就是说 希望他将来能够 做一个最好的教材 太爷爷他写这本书 是希望子孙后代看的 而且他觉得 子孙后代看了以后 可能有多少 那么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你知不知道 太爷爷这本书 看课了以后 除了我那几个爷爷 肯定是看过以外 我们这一辈有没有看过吗 应该是没有 我的四辈有人看过吗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其实啊 这套书啊 给你来说是非常有渊源的 在您出生的长沙 湖南省图书馆 在您成长的武汉 湖北省图书馆 现在生活的上海 的图书馆都有收藏 实际上 我曾祖父这本书 一直在我身边 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静在之时 可以说他静静地 等待在这里 等了您上半夜 我的天啊 那这套书呢 骨头比较大 可能一直半火呢 我们也没法去领会 其中的一些内涵 我整理出了 他一份的生平表 对您曾祖父一生啊 一个简单的勾勒 我曾祖父一汉鼎 又连失户 科举女士不重 从这份履历表上 看不出 有过世俗意义上的成就 倒是一个失忆的人 但是这份履历表上 有两段经历 引起了我的好奇 那就是去郭松涛府 坐管教书 和两湖书院就读 郭松涛 是清末 刺诈风云的人物 他是湘郡的创始人之一 曾国藩的左右手 中国守卫驻外使节 而在我曾祖父 生活贫困潦倒的时候 居然会和他有过交集 更让我意外的是 小向还告诉我 两人并不仅仅是雇佣关系 你看郭松涛日记 这是关迅 16年15日啊 郭松涛他的日记里面 就提到说 是经腰益寿子 婉拙 大家一起喝酒聊聊天 是这种很亲密的一个朋友关系 我们再来看 你看光绪的7年 12日 给易博中哥写了一封信 这个博中呢 也是宁曾祖父的字 你看他们的关系啊 非常的密切 在交往过程当中呢 单单您曾祖父寄给 郭松涛的书信啊 就不下百十分 您也知道呢 郭松涛啊 他是一个青年的人 您的曾祖父呢 是一个非常有气节的一个读书人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嘛 那您的曾祖父 跟郭松涛 看似是一个大人物的一个交往 并没给您的曾祖父 带来一个所谓 一个世俗上的利益 即便是唯一的一次破例啊 就是您的曾祖父 到你进去工作 是郭松涛推荐的 给他一份美差 但是呢 您的曾祖父啊 面对诱惑的时候呢 导致了一个读书人的气节 我曾祖父41岁时 郭松涛又推荐他 去了两湖书院 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段经历 因为我知道两湖书院 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 那里曾经出过黄兴 张世昭 李思光等一批名人大家 能去那儿学习 是一个读书人难得的机遇 你好你好你好 这就是两湖书院的旧制 刚才你推开的那扇门 就两湖书院的大门 大概122年之前 您的曾祖父 叶汉景 也是推开这扇门 开始这里的学习生活 一百二十二年前 这里保留了两湖书院的五中旧 叶老师 你这曾祖父 是两湖书院的第一批学院 他的文章里面 记录了在两湖书院的生活的情景 从我曾祖父的记录里面 可以看出 创办之初的两湖书院 聚集了相恶两省的学子才俊 成绩优秀的还有奖学金 那我的太爷得过奖学金吗 得过的 据他在两湖书院的 有段文字记录 一共获得的 加起来大概有两百多两 相当多相当多 对对对 基本上就衣食无忧 但是很可惜 你的曾祖父 在这里生活了两年 就学习两年 1893年就离开了两湖书院 那我曾祖父 为什么会离开两湖书院 这是他离开两湖书院 写的这段文字 是他在两湖书院 读书之间 参加了一次科举考试 这次科举考试 那个时候还没有废科举 没有没有 这次考试又迷诺森上 又没考上 又没考上 有点心灰意冷 后来就放弃了 想通过科举考试 登上仕途的这种人生梦想吧 一夜梦中 独作一世 悲歌感慨 替四众恒 继而拍案大呼月 香音一汉鼎 有古侠是风 久欲为当事 孝持躯之力 乃至今 尘埋朝野 岂不悲哉 彷徨四步间 呼吸 这果 泪流失神 他是 久欲为当事 孝持躯之力 一直想 能够对当时的社会 民族国家 做出贡献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可以说 一时给李曾祖父 留下一个很大的遗憾 但是呢 也给了他的一个补上的机会 这是一份奏折 奏折 这是两户书院的创办者 张之洞 上报清朝皇帝 要求改革两户书院 而且呢 还获得了光细皇帝的猪匹 张之洞就1896年 在两户书院进行了改革 李老师应该知道 1896年在中国前后发生了什么大事 甲午战争 真正刺激中国人进行改革 就当时的那种改革开放吧 实际上是甲午海战 是个很痛很痛 甲午战争的惨败 让张之洞深受震动 蔡老师告诉我 就是从那一刻起 张之洞决心隔出八股 创办新学 培养实用人才 不以余力 把优秀学生送到日本去留学 也正是这一系列的措施 开启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我真的有一份资料 是在这个 是在这个 是示范学校 对 易老师在这个留学名单 看到熟悉的名字没有 看到我的二伯爷爷 毕甲贤 对对对 你的曾祖父在两户书院 没有寻找的机会 但是他的两户书院呢 受到了一些张之洞的 心事思想的教育 所以过了几年以后 他把他的第二个儿子 也就是你的二爷爷毕甲贤 送了两户书读书 我的曾祖父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历史把机遇留给了他的后人 蔡老师告诉我 我的二爷爷毕甲贤 在这里念书的时候 接受了心事教育 并成为了清末第一批 被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 公费留学生 学成归来后 二爷爷毕甲贤 担任了清末新军的高级将领 当时在新军中的收益 都是比较高的 所以后来你的二爷爷 用自己不菲的工资 盖了这个银田的大宅子 明白了 二爷爷后来跟随黎安红 参加了辛亥军 南北一合后 拒绝袁世凯的拉拢 再次东渡日本 就读于日本陆军大学 但1915年回国后 他不愿意为军阀效力 退役家族 曾祖父一定没想到 当年他老人家把二爷爷 送到两湖书院的这个决定 在40年以后 还将挽救家族的命运 1939年9月23号的那个深夜 当日军的信号弹划过夜空 很多乡亲还以为是烟火 跑到河边去看热闹 已经复闲回家的二爷爷 却意识到了灾难的来临 叫醒了熟睡的家人 用锣筐挑着孩子 带领全家走出银田 活了下来 易老师 这是你的曾祖父 75岁时候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自叙平生 自愿 荣华富贵 也皆在所后 唯望子孙留心正学 他连得位为民儒 则真实无酒泉 寒笑意 群孙 免呼再 太爷爷在75岁那一年 写了一段话 希望他的子孙当中 能够有人成为民儒 这个民儒呢 太爷爷也有解释 在于持平用中 着取古人 疼事 以示周刑 也就是说 不是那种 书呆子的 那种读书法 而应该是 自己所读的书 所写的文章 所做的事情 是与时俱进的 以前我对我的 曾祖父 也就是我的太爷爷 其实是一无所知的 但是经过这几天呢 我觉得我看得见 他老人家 我看得见 他老人家的样子 他的神情 他的深知 我现在唯一不知道的是 他老人家身高 但是我敢肯定 他老人家这一身 腰板都是挺着的 脊掌骨都是直的 他对于 国家 民族 家庭 有很深很深的情感 对自己 也有很大的报复 可惜 没能如愿 我只能用司马迁的一句话 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 虽不能致 心向往致 我只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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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师 谢谢你 谢谢你 李老师 我还有张照片 你看一下 这个人认识吗 不认识 再仔细看一下 还是不认识 应该是 李老师 比较亲的一个人 谁呢 这是你的母亲 大概十六七岁左右的时候 这是在什么地方 这个是在北京 我母亲十六七岁在北京 这是周家的 一中天 将继续对家族历史的寻找 这个婚姻 改变了你母亲后来的一生 谁的婚姻 那我可以叫梁起超 叫起超兄啊 牛逼 牛逼 他将揭开 母亲的身世之谜 请请请 我母亲在这里 并踏上一国的土地 面对一段 难以面对的历史 明代皇帝的 对 非常 我的主纪就是 在他的 说不上